中國的民營快樂行業 就是從這裡走出來的 那解放前確實是很苦很苦的 像我們這個城市 大部分連那個褲子都沒有了 不管怎麼樣辛苦的行業 這要不是在田裡面商裡面做事 我都要到城裡面出去 我是從小有這個氣勵的 九幾年鄭德軍是最早一個出去的 他到上海高快的去了 鄭德亮啊鄭德根 這我女兒也都出去了 鄭德根我就知道他們家裡很醜 誰也看不起他 你不知道被人瞧不起是誰安逸這種眼神 就是你窮了之後 你連談理想都沒資格 那時候沒錢 真的見不到錢 吃不到 就吃到你面條 不然就進去 大概就吃 誰安 就是我 那個時候黨字很小的 又不敢跟他們抗痕 一抗痕他們就罰狂 睡都睡不著覺真的 想想那個時候真的是 不知道讓我闖過來是怎麼闖過來的 哈哈哈哈 一到站 挪起這個放在桌子上的那個那個包裹 就下車 車上去發現 呀 我這個包被包沒拿下來 我就找到你那位子上就找不到他 我當然要賠錢 很可憐就做包房 那時候幾百萬幾千萬的話 發得了耶 那是97年的時候 這個牙裡我稍微放過去 這個牙裡我稍微放過去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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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有這樣一個夢想 現在有生之年當中 還能夠把村子裡面的人氣啊 聚起來 他們可能也會因為有這個人氣的結局 他們也會回到這個村子裡面來 就讓我來看 有在那里 在這間那裡 有空地 你 問你